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故事 嗨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起起妈咪书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起起妈咪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看一下 今天起起妈咪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女蛙娘娘的五色石的故事 小朋友有没有发现 今天起起妈咪除了故事书之外 还多带了一个好朋友 来跟小朋友一起来听故事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好朋友 嗨 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小虎 小虎你好 小虎今天很棒 一大早就起来准备了 他心情非常的愉快 因为要听起起妈咪讲故事 好 起起妈咪现在就为大家来带来今天的故事了 今天的故事里面有 我们的女主角跟男主角 女主角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女蛙娘娘了 还有一个男主角 男主角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福西哥哥哦 我们今天讲女蛙娘娘的故事之外 还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是五行小五仙 有木树芽 火拉拉 土豆呆 金亮亮 水当当 现在介绍给小朋友 只是认识我们里面的主角哦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故事的内容了 请小朋友一起来仔细看哦 小朋友看到什么东西了 小老虎 你看到什么了 我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仙女 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仙女 很漂亮的仙女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很帅的哥哥 很帅的哥哥 哎 你好厉害哦 小虎喜欢女神哦 看到一个美丽的仙女娘娘 吉吉妈咪跟你介绍一下 她是我们的女蛙娘娘哦 那这位帅哥哥呢 就是我们的福西哥哥 可是呢 你有没有看到旁边这一团一团的东西是什么啊 嗯 好 好模糊哦 好模糊 一团 黑黑的东西 对不对 对 哦 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 在以前啊 我们人类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像这样子 一团 乌黑麻痹的东西 一团迷雾 什么都没有的东西 那时候也没有你小老虎哦 也没有吉吉妈咪 也没有所有的人 那时候就只有女娃娘娘 跟福西哥哥 在这个世界上 那他们两个不是人哦 你们知道吗 他们两个是神仙哦 小朋友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 有一个好大的斧头 这个好大的斧头呢 做什么用的 小老虎 你知不知道斧头是做什么用的 砍材用的 砍材用的 还有呢 砍树吧 砍树 可以砍很多很多的东西哦 但是呢 这个斧头不是让福西哥哥来砍树哦 福西哥哥拿到这个斧头啊 他很用力的把这一团 这一团的球 全部把它砍成一半 砍 砍成一半 咦 为什么 福西哥哥要把书 把这一团砍成一半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哦 你猜猜看嘛 猜猜看猜猜看 小朋友知道吗 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关系 琪琪妈咪再继续说给小朋友听哦 因为啊 福西哥哥说 这一团迷雾 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不知道 我也很好奇啊 所以我就用斧头把它 铺开了 砍成一半 铺开了 福西哥哥 他 咦 砍断迷雾之后 出现了 天 跟地 上面有天 下面有地 中间呢 有一座山 这座山是做什么用的 你们知道吗 大家一定都不知道 对不对 没有关系 福西哥哥 他这座山啊 叫做布周山 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叫做布周山 那在什么地方 琪琪妈咪也不知道 他就是一座山 那福西哥哥呢 他觉得说 这个天啊 跟地 好像快要连在一起了 所以呢 希望用布周山去把它顶住 把天顶在上面 把地踩在下面 然后呢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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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天 跟地 分开哦 小虎 你知道天 在哪里吗 在上面 在你的上面 好高好高的地方 对不对 对 那地在哪里呢 在我脚踩的下面 在你脚踩的下面 好厉害 那你也可以来当这个布周山啦 我们把天顶在上面 把地踩在下面 那你在中间呢 那你是不是就跟布周山一样啦 是 我们因为爱 快乐长大 如同太阳 让大地开花 福西哥哥啊 他把天顶在上面 把地踩在下面 他自己站在中间 好用力地撑着撑着天 撑着撑 踩着踩着地 哦 因为他拿了一只巨大的斧头 把这团迷雾打开了 他好累好累哦 好累好累 就像小虎 你如果去砍柴的时候 你会不会累啊 会 有没有很累 有 没有 我看你一点都不累 可是福西哥哥真的好累 因为他拿那只斧头 是非常大 非常大的斧头哦 福西哥哥他很累 累昏了 累倒了 那女王娘娘 他看了好舍不得哦 怎么办呢 就要赶快请 吴小仙来帮忙了哦 登登 这时候我们的 吴小仙出现了 这吴小仙 有什么仙呢 小朋友知道吗 你有看到什么 小虎小虎来 你有看到什么 吴小仙 哪吴小仙呢 哦 你看了那么久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认识 不认识哦 没有关系 请请妈咪来说给小朋友听 来 看到这个 像木头一样的东西 它就是 木小仙哦 木头的东西叫做 木小仙 嗯 还看到一个 这个像火的东西 它就是火小仙 咦 好漂亮的宝石哦 它是金小仙哦 那有木小仙 有火小仙 有金小仙 还有少梁小仙 对不对 哪梁小仙呢 看到它 就是你踩在地上的泥土啊 嗨 我就是土小仙 有金小仙 有土小仙 有木小仙 还有火小仙 嗯 琪琪妈咪说 有五小仙 现在有跑出四小仙 还有一个小仙 在哪里呢 小老虎你知道吗 知不知道 不知道哦 我看你的脸 哦 完全都不晓得哦 没有关系 琪琪妈咪告诉大家 另外一个小仙 就是你每天都要喝的水 我们每天都需要的水 就是水小仙 金木水火土 这五小仙 就是女王娘娘 请来帮忙的小神仙哦 一开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哦 因为有五小仙的帮忙 他们五个非常的和谐哦 他们也都非常非常的快乐的在一起 那这个树小仙呢 他每天有水 水小仙的帮忙 所以呢 他可以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高大 而且又长了非常漂亮的树叶跑出来哦 非常茂密的树叶 那水小仙呢 因为有金小仙的帮忙 所以呢 他也可以把它汇集变成了河流 本来只有一点点的水 哇 一大堆的水小仙聚集在一起 就变成了河流咯 那火小仙呢 因为有树木 能够让所有的东西取暖 让小动物取暖 尤其是小老虎啊 你最怕冷了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啊 你最需要火小仙的帮忙了 对不对 对 然后接下来还有土小仙哦 土小仙是因为有火 然后堆积成大地 所以他土小仙最需要的是谁 就是火小仙哦 那金小仙呢 因为有土小仙的帮忙 所以让他变得更坚硬了 这个就是吴小仙的介绍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看 女娃娘娘在想什么啊 女娃娘娘她觉得很无聊 这个大地除了树木 花 花 草 水 没有人跟我一样耶 没有人可以陪我玩 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讲话 怎么办呢 小虎小虎 我们来想个办法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找几个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那时候没有人啊 女娃娘娘说 她没有人可以陪她 你知道吗 女娃娘娘她想了一个好办法哦 是什么呢 她用泥土 来捏了很多跟女娃娘娘一样的小泥人哦 她捏着土捏捏捏捏 变成了一个人 变成了两个人 变成了好多好多的人哦 也捏了很多只小老虎哦 你知道吗 哇 我有好朋友了 对 你会出现好多好多的好朋友啊 过没多久 没有人管得了吴小仙了 本来吴小仙他们这五个好朋友呢 有一天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情 他们在吵架耶 我们来听听吴小仙他们为什么吵架 树小仙说 沐小仙说 哼 水小仙你很讨厌耶 我没有你又不能活 真是奇怪了 你都跑出去哪里玩了 都不来我家找我 哼 那我也不要理你了 哇 沐小仙 他跟水小仙吵架耶 水小仙说 我只不过是因为有事情 而且金小仙他也不来我们家帮我啊 那怎么办呢 金小仙也不理我 所以我就不能去帮助沐小仙了 嗯 金小仙很无辜的说 嗯 嗯 怎么办呢 他要我去帮他 可是他又不喜欢我 他们就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吵了起来 一直吵一直吵 吵了好久结果 吴小仙全部都生气了 沐小仙生气 生气水小仙 水小仙生气 生气金小仙 金小仙生气 生气土小仙 土小仙也生气 生气了谁 哦 不知道 生气了火小仙 反正大家都生气了 这时候 沐小仙他没有水可以灌溉 所以呢 他不能长得很漂亮 那就变成了一大堆的杂草了 火小仙呢 他也生气 他就 让河水一直煮一直煮 因为火去煮了热水的时候 水就蒸发不见了 让火小仙 让水小仙不见了 然后呢 土小仙呢 哦 生气生气 所有的东西也都不见了 金小仙呢 金小仙他说 哼 我站在这边 也要让沐小仙不能站在这边 他挡到我的位置了 水小仙呢 他觉得 我生气了 我哭哭 我让河水泛滥了 让大家都淹水了 把土淹满了 哎呦 糟糕了 这五小仙 生这么大的气 你看看 你看看 小老虎你看看 这个火小仙 他在做什么啊 他跟水小仙说 水小仙 水小仙 我比较厉害哦 所以我要把你消灭 让你的水变不见 水小仙好害怕哦 那他怎么办啊 万一有一天没有水的时候 小老虎你怎么办 我会渴 我会渴 你会渴 没有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现在啊 因为都没有下雨 所以小朋友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水之源哦 所以我们不能让火小仙生气 对不对 对 因为火小仙一生气 我就没有水了 哦 那水小仙也不能生气啊 如果水太多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大河 小河变成大河 然后就把土淹满了 然后淹水了就糟糕了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哇 哇 哇 碰啊 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天上破了一个大洞耶 小老虎你有没有看到 有 天上破了一个大洞 天啊 我的天啊 天要塌了啊 吓死人了 你会不会害怕啊 小虎 会 怎么办 你看看 你看看怎么办怎么办 赶快逃跑啊 哦 这时候 火 一直冒出来 一直冒出来 水也一直跑出来 一直跑出来 哎呀 怎么东西都不见了 住在这个世界上的 吴小仙啊 哦 真是糟糕了 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 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看 一团黑黑的东西是什么 女娃娘娘看到了这个情景 说糟糕了 本来要请吴小仙来帮忙的 结果这吴小仙把事情全部搞砸了 于是女娃娘娘就召集了吴小仙哦 说这个世界就快要塌下来了 我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忙 女娃娘娘说 她需要谁的帮忙啊 小虎 吴小仙的帮忙 吴小仙里面有谁 有 木小仙 还有 还有谁 水 水小仙还有嘞 土 土小仙还有嘞 木 木小仙刚才姐姐妈咪已经说过了 还有火小仙跟金小仙 女娃娘娘就赶快了 早期了这吴小仙跟他们说 噔噔 我们的世界还是需要你们一起合作 于是 刚才有讲到说 天破了一个大洞 于是 女娃娘娘就把吴小仙 练成了五色石哦 出现了五种颜色哦 这个五色石 有没有很漂亮 小虎你看看有没有很漂亮 哇 超级漂亮的 对不对 这五色石就是吴小仙的合作帮忙 才能把天这个大洞 补起来了 女娃娘娘就用这个五色石 把天上的大洞补起来了哦 哦 补上去了刚刚好耶 这个五小仙啊 这个五小仙啊 他们帮了好大的忙哦 天没有破洞了 树叶木头树叶茂密的成长 这个火呢 火小仙他温暖的 撑起了亮光 土小仙让万物 让土地全部都可以再重新生长了哦 金小仙把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起 水小仙呢 他汇集了好多的河流 让世界又变成变成最美最美的世界咯 小虎 今天琪琪妈咪讲的这个故事 你听懂了吗 睡着了 你睡着了吗 没有 没有啊 很精彩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的图案可以看哦 小朋友 我们就要学习 像五小仙一样哦 我们要互相合作 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漂亮咯 好了 今天琪琪妈咪讲的这个 女娲娘娘的五色食 不知道小朋友喜欢吗 喜欢的话 下次再继续来听 琪琪妈咪说故事咯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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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condu